我是不是請一下部長跟軍醫局好不好 梁慧琦 就這樣 部長早 部長我延續剛剛吳委員的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談到這個女性 願意投入國軍 其實國防部應該是以更開放的態度來面對 那我覺得比較遺憾就是說 在國防部今天給立法院的這個報告裡面 看起來只有報告現狀 對於將來你們打算開放多少的比例的女性 進入這個 國防部 進入包括是軍校也好啦 軍部也好 國防部在這個方面其實並沒有琢磨 部長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你們將來預計大概會有多少比例 因為現在的 我們給委員報告我們做了全世界的比例 美國法國大概到14% 對 我們現在只到希望到現在就是我們只到百分之八 原來限制百分之八 實際上我們的總兵力現在比例是到七點七 對 我想應該有大幅增加到百分之十以上的這個這個空間 大幅增加到百分之十以上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是什麼時候會達到什麼時候會開始實施 像委員報告就有一部分的做法 為什麼有些他們受到限制啊就是有些空間的問題 比方我們的有些軍艦 我知道 像有些軍艦還有我們的硬體的設施 都需要全面性做一個改改改改改變 比方我們現在的成功級的軍艦 是 它的官廳只有一個廁所 它的三層的鋪 這些硬體設施沒有改變之前啊 我知道啊 部長 這個在你的報告裡頭都有寫 對 我要了解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開始著手做這些改變 那這些改變 預期在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甚至可以達到您剛剛所講的 預期的這個比例的目標 你總要有一個預期的目標出來嘛 我們看到你們的資料喔 你們像今年的這個募兵啊 國防部本來預計要招收八百個女兵 可是吸引將近五千人報名 但你們到最後還是只能收八百嘛 對不對 你講的就是這些軟硬體設備的不足 但是你告訴我你要增加 有沒有預期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你不能只有告訴我們一個空話說 哎呀我要改善這些軟硬體設備 但是你有沒有預期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們有規劃 規劃在什麼時候 我們把這個規劃好的向你報告一下 因為他們正在作業當中嘛 部長那很顯然你們今天到國防委員會來 其實就是沒有具體的規劃嘛 你只是在跟大家講一個空話 不可能啊 我們看到現在的將官喔 現場沒有看到半個女性啦 我知道所有的將官只有一個是女的 向委員報告 女性啊 我們是要從基層開始 我當然知道要從基層開始嘛 是 那你現在不開始的話 我們還要再等多久他才能升到將官啊 因為他們從 等於說是在 在過去這個現在他們 戰鬥就是三軍官校的 官校的學生啊 他們現在的發展的位置到升將軍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我們現在 吳委員他曾經開過一個記者會 就是在對於女性的起位這個部分 剛剛軍醫局也特別報告 子宮內膜異位證已經被你們拿掉了嘛 這個當時你們也曾經被糾正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軍醫局經過了研議之後 部長你有沒有看過 102年度的這個招生簡章 招生訊息 我告訴你吳 101年度針對女性的部分 他只有寫二三度子宮脫胃 子宮內膜異位 以及硬力性或急迫性尿失禁 第二十四項是兩側卵巢摘除 你知道在102年度 他寫了有多少嗎 兩側卵巢缺失或摘除 第二性真及性激素不足 懷孕期間至產後六個月 子宮摘除後影響訓練 以及骨盆腔子宮蘇軟管軟巢炎 或農倉未治癒 你本來101年度說你的規定太嚴 你只有兩項 102年度要求你們放寬 變成了五項 還有一個叫做第二性真及性激素不足 我不知道這個跟報考軍校 這個會有很大的影響嗎 軍醫局你可以告訴我嗎 什麼叫第二性真及性激素不足 我請軍醫局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有相同的質詢 那個時候就講的問到說子宮摘除 那是不是應該要排除掉 所以我們當時就把子宮摘除 然後就是影響訓練 所以我們加了這個 所以基本上如果沒有影響訓練 等於這個已經放寬了 好那另外有一個就是骨盆腔的發言 在過去的話是骨盆腔發言就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來報考軍校 我們現在加了骨盆腔發言而且沒有治癒者 所以這些都是已經把它做了改進 然後已經做了改良 那至於剛才講的 你們過去的 過去的招生簡章沒有寫這些啊 你們現在又加了什麼第二性真及性激素不足 這個會影響訓練嗎 那我要說的是說你們報考的軍校裡面 其實他不見得每一個都是去做實兵演練嘛 你們軍校裡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科系啊 不是嗎 他不見得每一個都是要做出眾的工作 不是要做很出眾的軍事訓練嘛 因為還有一個報告委員 就是因為這個的訂定要跟將來的免疫條例要去相連接 那否則這個軍校招生進來以後的軍官 他將來變成軍官以後 他可以經過免疫的條例就走就離開了 那免疫條裡面兩 像譬如兩側的暖這個暖槽災除 他本來就是免疫的條件 那這樣子如果他變成軍校招生的話會有衝突點 這個局長啊 是 你們軍校齁 徵選包括女性的體位這個部分齁 其實都沒有一定的標準 包括我現在手上拿到你們的 志願役的 志願兵的這個徵選條件裡面 女性還是有二三度子宮脫胃 子宮內膜異胃 急迫性尿失禁 卵巢兩側栽除手術者 你們的簡章啊 就是你們的標準是不一的啊 你們這麼久了從來沒有把女性的這個體位 把它做一個制度化的區分 把它列入一個制度化的標準裡面啊 隨便你說啊 剛剛已經講了明年已經取消掉了 這兩個都取消掉了 明年取消掉這個我們才剛剛download下來的 還在上面啊 一百零二年因為定的時候是去年的時候定的 那就一百零三年的已經取消 我們你是新修的已經改 已經修掉了 一百零二年已經取消掉了 那你招生檢查裡面沒有嗎 取消掉哪個部分 你們一百零二年取消掉哪個部分 那剛剛 剛剛委員講的子宮脫垂的部分已經沒有了 只有一個兩側子兩側暖潮栽除 你們的招生檢查很顯然並沒有update啊 這個是剛剛才download下來的東西啊 剛剛才download下來的資料 你現在跟我說已經沒有了 可是還在你們的電腦上面啊 一百零二年都沒有了 局長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到底這個是不是真的會影響 會影響所謂的女性從軍 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嗎 你們的國防部招生的這個科系 其實有包含什麼應用藝術啦 政治學啦 新聞學啦 心理社工學 如果是就讀這些專業科系 那他跟這個女性器官有什麼關係呢 他會有什麼關係 做軍人基本的體能各方面 那這種是對一般 剛講是科系專長啦 所以這個部分 剛才軍藝局所提出這些問題 我想會後提供委員參考 但是基本上軍事學校 基本的體能跟其他一般的文學校應該有所不同 我當然同意 對 軍事學校當然他的體能上必須要有一個限制嘛 那你如何能夠去斷定就是說 他因為子宮被摘除了 所以他的體能一定是比較不好 有這一方面的醫學根據嗎 他因為有子宮內膜異位症 所以他的體能一定是比一般人還差 有這一方面的根據嗎 所以剛剛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加了一條 只要不影響訓練就沒有意義 就沒有了 那剛才我們在確定了 就是像剛剛委員講的子宮脫水已經都拿掉了 一百零二年就不會有這一條 我是覺得你們這個寫的東西不清不楚啦 然後怎麼叫第二性真跟性激素不足 你現在是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不影響訓練的話其實都可以嗎 你的資料可能跟他們現在的資料有點不一樣 那就表示你們其實在網上的這些招生的資訊其實都沒有update 對啊我們這個都是最新download下來的東西啊 你現在在這裡跟立法院報告的說我的資料都不完整 部長可不可以請你們回去調查清楚了解清楚 會跟你說明好不好 對公佈一些比較正確的資訊好不好 好謝謝委員